好,大家好,那今天下午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TensorFlow Lite相关的情况 今天我不去讨论TensorFlow上的一些东西 主要去讨论TensorFlow Lite TensorFlow Lite它是一个变相应嵌入室移动端的 这么一个TensorFlow发行版本 所以之所以下午也是我给大家去讲这个环节 因为TensorFlow Lite这一部分的内容 它是在物联网,在那个嵌入室这个设备上面 它是有很广泛的应用的 所以说如果作为TensorFlow Lite这么技术的话 它实际上也贴去在IoT这个领域的发展 所以下午给大家主要是讲TensorFlow Lite相关的内容 就是我会看一下TensorFlow现状 这一部分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 这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有Web前端的JS 然后有移动和嵌入室设备方面的Lite 然后还有Swift的IOS上的Extended的 还有一个Hub 然后还有下面那个数据库 现在TensorFlow已分了这么多分支 每个分支它实际上运于不同的场景 所以我们来看到TensorFlow的话 大概两到三点的发展的话 它现在已经在各个行业去搞盘应用了 大概是这一个样子 所以说以后大家去做TensorFlow的话 除了说TensorFlow的话 我到春雨岭这一步的话 我去做一些什么东西之外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考虑我们做的模型 是在哪个应用场景下去应用 今天主要给大家说的就是TensorFlow Lite TensorFlow Lite的话 原来实际上在最早期的时候 会有TensorFlow提到一个Mobile 当然Mobile这一部分的话 现在是没了 现在主要是Lite 所以大家在GitHub 在这些网站上看Google的Code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看到TFMobile的一些内容 实际上它和Lite是相关的 然后现在Lite主要也是在 移动和切入室这一段去做的 当然就是这个里面的话 就包括安卓和IOS的切入室 还有我们的实际上在Linux 基于Linux的那些 切入室Linux的这些设备上去 包括我们现在 就是自己如果开发了一些 移动的一些设备 就是比如说自能硬件 比如说这些方面 但是如果说你系统跑的是切入室Linux的话 想要TensorFlow在Lite在上面 也是能够运用的 但是有人就要说了 我说我给我移动设备 我一个单片机 比如说一个8V 一个16V的单片机 或者甚至RM的Cortex-M系列了 那怎么办 实际上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说大家会注意在 我们这个定义中间 那一部分内容只是基本的一些控制 然后数据要收集 然后在上面去 在那个上面去做TensorFlow在Lite 还是相当难的 所以说现在的结论还是 就是TensorFlow在Lite 它的应用领域 还是主要是基于 Linux 还有安卓iOS 这些设备上去做 因为它硬件 硬件比较复杂嘛 所以说它实际上在最简单的 那个Cortex-M上面的话 是没办法做起来的 原来的话我们做TensorFlow会注意到这一点 最早期的话我们先 早期的话我们是在云上面做训练 然后在云上面去报 就是数据给到云端 然后云端返回结果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 当然这个里面它会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大量数据 我要去推销到云端去 然后经过云端 然后我要变成最后的一个状态 这个实际上有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在里面 但是如果是说我们用的设备 待到没有网络 或者这种情况下去了之后 该怎么办 当然现在TensorFlowLite的话 它主要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模型的识别的那一部分内容 放到我们的设备上去了 但是那个模型的training 就是训练的那一部分 我们还是只能在我们的云端 或者在我们的PC这一端去做 但做完之后 如果是说我们就去做识别的话 识别这一部分的话 就我们不需要去联网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由于我们是要在轻入式设备上跑 当然也知道 轻入式设备它一般需要包括这些内容 就是我这个设备必须是耗电量比较低的 是吧 然后我平时的占用量比较大的 所以它的各种优化 包括现在的容量扩展了加速啊 所有的这些优化 实际上它不理就只有一个 去保证它的那个耗电量不算高 然后并且CPU啊内存 这个在轻入式设备上 不会被大量占用 就这个来考虑了 就是刚好也是在 11月初吧 10月初我去到谷歌那边去参加那个GDE的那个峰会 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去了谷歌的一家 先下实体店 就是那家实体店的话是第三方卖家 但是它下面的所有的一些内容 全部都是谷歌的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 包括它的assistent啊 Google home啊 包括生下 就是跟生活相关的所有的产品 当时它那个里面有两款东西 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翻译机 就是国内的友道 好像也做过翻译机 然后好像在GDD的大卫上还展示了 但是我那天看到翻译机的话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和平时都比较小 比我们的手机要小很多的一个设备 然后那个翻译机上面的话 就是如果是说 你用推生FloNet 就是不依靠云端 就是刚才我说了 你在明显的状态上 你做翻译识别的这个状态 它大概是说 能够支持到79种语言 但是它卖出来另外一个产品 是能够支持7种语言 就是7种语言呢 双向翻译 就是中文对英文 英文对中文这个双向翻译会存在 然后就是它现在 那边是 现在美国那边一定有的产品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在它的官方网站上会查到 就是基于云端的那一部分情况 基于云端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它把所有的数据 就是说你翻译的话 过程的原始数据推到云端 云端再去过来的话 大概它现在的结果是支持200多种语言的双向翻译 就是现在也到这个结果了 然后但是现在用AI去做翻译的话 Google穿舍利尔在国内是可以用嘛 就是穿舍利尔在Google跟CN的那个网站是可以用的 然后现在就包括我 现在就是说贴中文的大片大片的段落 或者说英文的大片段落过去的话 实际上会发现它的翻译的准确率会很高的 刚才提到的这些实际上就表示就是在移动端的话 我们的那个吞舍Flow利用人工智能的需求 这是非常大的 就是在吞舍Flow的话 现在就让我们不说外部的产品 就是内部的产品的话 就是在Liter中间 第一个是Google Assistant的语言方面的嘛 语言方面这必须要用 然后中间是Gboard的 然后还有Lamboy Photo 还有Google Lest 然后这些产品的话 实际上都在用T恤Flow Lite的一些技术去优化了 这一块最后啊 就是落地场景的话 现在已经有很多 在吞舍Flow的官方网站上 大概有好几种 但是国内的话也有一些应用案例 这我给大家 待会儿会放一个片段 叫这个东非莫属 然后等我这个画面面看完之后 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吞舍Flow Lite的架构 就是实际上 从我们做T恤舍Flow最开始起 然后实际上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总共有两个大的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利用我们的一些素材 包括图片素材 包括文字素材 还有一些数据 甚至声音的这些素材 首先去训练我们的模型 然后模型的精度 识别的精度一步提到 这训练的过程 然后训练过后 再去识别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作为T恤舍Flow Lite的话 它需要中间去转远一下 就是当我们训练好了这个模型 训练好了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放到 利用它的转换器 转成TFLite的格式 然后我们也可以放到安卓上 放到IOS上 放到Ninux上 这一部分情况 就是实际上安卓的话 如果是说安卓8.1以上的话 应该有Network API的支持 就是那个NNAPI的支持 如果是有NNAPI的话 也就意味着 就是这个安卓系统 它在GPU的那个 GPU使用上 去加了一些支持吧 那样的话 它使用T恤舍Flow的话 会速度更快一点 如果是不加支持也不要紧 它还是能够运行 但是速度会慢一点 这个里面 就是说加入GPU的支持的话 也是有现在这个趋势 就是我们 我们反过来看 就是说我们用人工智能 现在都覆盖了几个大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 是图像 视觉 就是那个 音笔级 危险 是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声音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文字 这是我们能够广泛接触到的 就是说大家引在用的 现在比如说我们去 郭安检吧 现在是图像 人脸识别 像比如说我们出国的时候 现在好像 就是你放一个护照 就是像护照放到 那个自动的识别机上 然后再把你人脸抓牌过去 你就自动的去出海关了 然后这个就是 它在图像方面应用 也是在它的那个智能设备上 然后这个里面图像方面应用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图像识别的 这一种编程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在 浮点运算资源方面 会占用比较多的资源 就是它图像识别的之类的 然后这些AI芯片的话 实际上它上面 跑完搜索系统的话 中间在 那由litework NAPI这一层去加入的话 它的10秒的那个 输入会更快了 今天一下我给大家 PTT实际上文字 比较多 就是看得会非常反 然后我给大家 就是中间邮寄点 去说一下 就是这也是和刚才的一步相关的 就是我们TensorFlow 在浸入式设备上 我们去转成TensorFlow Lite 这个里面会设计一个问题 有人在说 原来的模型 TensorFlow的模型 就是PP的那个文件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 浸入式设备上直接用 然后我们还得转换 转成TFLite 才能用到浸入式设备上 因为这个主要是由于 TensorFlow Lite 它在它的那个模型方面 跟TensorFlow模型 它是做了进一步优化的 然后这个优化 包括它的量化和浮点运算 量化和浮点 它主要是做什么意思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 特别的图像和食品 这一部分处理 我们要用大量的图形运算 是吧 浮点运算 而这一种浮点运算 它会出现 就是它的问题会比较多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 浮点运算放到 嵌入式设备上来说的话 这个浮点运算 就跑的时间会非常长了 你如果是说 这个嵌入式设备上 有浮点运算单元的话 那好 那我会快一点 但是没有浮点运算 这样也怎么办 它是靠它的一些基本的指令去模拟了浮点运算 这个速度会满满 但是量化的这个过程 它是在做什么 它就是说把我们的那个浮点运算按照16位的定长 然后就是说按定点的那种方式 我去描述浮点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实际上 它那个浮点的一些运算 在我们用基本的ARU的那种算数逻辑代言上 我们也可以去做了 就是实现了这么一个功能 它的好处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一个浮点运算 就是说一次运算的周期大概是十几个周期嘛 但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会小很多 然后这是它量化的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好处当然就是 它的那个flatter buffer 在Tenshot Flow中间的话 大家会打交道是proto buffer 但是这个里面它有定义了一个flatter buffer 因为在那个数据 我们在它进行打包 进行传输了这个过程中间 proto buffer原来去干的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在整个传输中间 我们自己去会打包 打包之后再去解包 但flatter buffer它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它在内存中间放了一段固定的单元 就是说我保证 我内存的这一段区域的数据 就是我的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 我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看一下 它前面的打包和解包的这个过程 我是不需要去管的 然后它在数据的整个的传输过程中间 它的速度就会快一些了 所以它因为如果 就是我们在数据的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是少了一个就是少了一层吧 所以它代码占用空间的话 就会完全的小一个数量级 还有那个移动优化的那些解释器 它主要是做内存的那个分 内存的一些载荷 你用这个来做了 最后我们优化的结果能够创建 TFlight的话 它是小于300KB了 就是后面做的测试 Instaping Mobile Lite这两种的话 实际上它的原码的话 大家可以在都网上公开了嘛 大家可以在GitHub上去找到 然后这两种操作服的话 它支持所有的操作服 是小于200K的 所以它这两种区别 实际上就是小于200K了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整个的300K的这一个大小的文件 它放到它的那个嵌入式设备上 它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也就是说它在移动的嵌入式设备上 能够用的原因 大家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我们去看一下PB 记得我原来 原来做TFlight的话 就做这个图像试别 就那谷歌的 就是说能够试别2000种不同图片的那一种 它的那个 2000种吧 大概是2000种分类的那一种模型的话 然后整个的 它的PB的这个文件大概是70多兆 然后现在的话是小于300KB了 这个数量就下了 然后再就是下面 那用NAPI的接口 实际上这个是硬件加速接口 这个是对GPU的 在GPU上去做硬件加速 待会我还给大家提到最新的另外一种硬件 性能方面的测试 这一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去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安卓上 手机都是多核的CPU 就是我们需要看到每个CPU上 它跑了一个TensorFlow Lite去刷 所以在整个代码这一部分的话 它会去 就是CPU Mask实际上是反映那个 就是说我可以指定 这个代码是在哪一个CPU的哪一个核上去刷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前面是模型的名称 我们现在拿到测试的集的话 大概是谷歌它自己的手机 就是Pixel 现在是Pixel 2和Pixel XL 然后我们拿这两种设备去 去在上面去做一下 就是它上面已经有 OAPI的支持了 然后我们再用TensorFlow去刷一下 大家会看到在Mobile Lite的话 利用224的这种 就是它的那个像素的精度 去刷这个设备的话 会看到就是如果平均的推理时间 是166.5毫秒 是吧 但是它现在的话 如果是做了Tier Flat这种加速之外 它现在最高的就只有2.6毫秒 之前我在其他城市跟别人谈过 就是在工业 你到应用的这个领域的话 比如说你用图像识别 你去过杂机或者其他这种应用的话 它实际上在过业场景中间的话 这一部分处理时间 它如果是10毫秒的处理时间 就足够了 当然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这一部分处理时间 都只有几毫秒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现在Mobile Lite这个模型 就是在工业应用 比如说需要图像识别的这种情况 它的落地场景 在那个技术上 这是完全够了 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运用它了 模型的话 刚才提到Mobile Lite in Subject 或者就是说Smart Reply 这些模型的话 可以提供一下展 这些在谷歌 Data Hub 上都有的 这些模型它分为几种情况 有的模型它是 就是说它把模型 最后的模型的那个TFlator文件都给你了 然后再把如果说你在安卓上运行 它甚至把安卓的APK也给你了 这个模型的原代码也全部都给你了 甚至图形素材也给你了 然后如果是说我们在这种模型上去做开发的话 会非常方便 如果万一就说我们去 万一我们就不要这种模型 或者就是 这种模型就已经匹配了我们现在的 我们产品的需求的话 那就好 那直接用 用这种模型就足够了 这一步就是训练自己的模型 它实际上现在TFlator的话 它现在是这种情况 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做TFlator 然后到今年的时候 今年大概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也介绍了 TensherFlowNet它和TensherFlow不一样 它还会需要一些优化的一些部分 是吧 就是说这一部分代码跟TensherFlow代码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开始的话 实际上TensherFlowNet 它做识别这个中间的代码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加的 当然最早的话是CNN的 这个图像识别的这一部分 加上去了 然后后面慢慢慢慢再加RN那些OPS 然后RN里面做LSTM 现在都加上去了 这个里面之前我和另外一个开发者讨论过 就是它也是他们自己去做人工训练的时候 会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也知道 在TensherFlow上面 就是谷歌它自己的一位员工觉得TensherFlow本身 它不是很好用 就是说我用TensherFlow的这些API的话 就是我用起来比较困难 就是说觉得我只能说 我必须是人工智能 或者就是说对数据这个专业的话 我熟悉一些比如说神经网络转法 然后我知道这些API会怎么用 但是做普通的像大分转型的 就是说以前没接触过 但是现在去做的话 就不好弄 然后在TensherFlow上面的话 然后谷歌的一个员工 他原来不是做过的Keras吗 Keras的话 它实际上是在TensherFlow上一层 但是它比TensherFlow运用起来 会方便一点 你不管是做图像识别 还是做数据的一些 教员这一部分的话 用Keras的话 它搭建模型的速度很简单 它实际上中间的许多层的话 它是不需要你去管的 我后面聊开发者 他们公司的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说他说之前 然后我们是用Keras去做的 当时Keras的话 还没有合到TensherFlow的组分子上 但是TensherFlow一直是到1.4的这个版本 然后才合并到TensherFlow的组分子上 然后他现在就是把原来用Keras 直接训练的模型 然后现在就改成TensherFlow下面 Keras的子集 然后直接去跑 然后这个模型 直接跑不过去 然后他说 他又问我这怎么回事 然后我说 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说 原来Keras和它合并 子集过后的Keras 中间它有些接口 会是不一样的 也论是接口 就是说首选鸟 看它参数是不是一致 另外的话 还有一部分 就是说原来的有些OPS 在这边是不是去存在 会有些存在这种问题 结果后面的话 那就 他说那我就一个一个去对吧 一个一个API 一个一个API去对吧 然后最后结果 真对出问题出来 就是中间有一个API的参数 就是说和之前的Keras 是不太一样 这个有部分是出于 就是它合并之后 出于TensorFlow Lite 这个库 就是它优化的需要 去改的一些参数 就是如果是说 有的公司的话 之前去做AI的模型 利用Keras 利用TensorFlow 现在转成的Keras 这个上面 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话 就是知道这些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 是什么导致的 然后我们去改 就特别容易了 所以这也是 刚才提到模型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的事情 模型的转换格式 这个里面 其他都不提 主要是就PB了这个模型 PB到TFLAT 这一部分的转换 这个就不一个一个去说 这一部分的话 在待会儿 如果是说我们去做 空的NAP的时候 中间这些参数 还会继续打交道 然后现在 现在这一部分 实际上 它也是 整个的过程 就是PB文件 然后再转成 TFLAT的一个 文件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用Toco 它用Flow下面的Toco 就给完成这一种转换 而这一部分是 我们在上面怎么去使用这个模型 使用模型的话 当然就Place Placeholder 然后再加上Toco 然后这一部分去转 转完就够了 实际上使用的方式很简单很简单 但是在 但是在我们的轻入室 这一部分 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安卓上 会用加往一些开发去做 是吧 然后 我们如果是轻入室 Ninux的话 然后我们上面是Cell C++ 像这个里面的话 在Google Google这一边的话 它Toucherflow的官方网站上 Toucherflow官网上代码 TFLAT这一部分 它提供的那个事例 就是说你用C和C++的话 你怎么去做 刚好是这个 就是这一部分 关于Toucherflow Lite Lite这一部分 它的结构 就是Toucherflow Lite 和Toucherflow相关的 一些东西 我给大家分享完了 但是 我们今天把 最主要的一些内容 就放到 待会儿的Cololab中间去 大家在做Cololab的过程中间 去真正去体会 它中间的一些差别 然后这一部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 你好 我问你 我问你 我问一下 就说是如果 训练的东西 不是用Toucherflow做的 我可能是用PiTouch 或是Catut 也不是那个东西做的 我那个模型 可以在Toucherflow Lite 上方 那这个不行 就是Toucherflow Lite 它首先是Toucherflow的一个子集 你必须是说 用Toucherflow 你做过训练的那种模型 才能 就要转成Toucherflow Lite的格式 如果是说 你用其他的一些工具去做的话 这你就按照它的这个 你的这个流程 然后在Toucherflow上 再写一遍就行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在Toucherflow Lite上 只要是在Toucherflow上 跑东西都能去跑吗 比如说我想去做一个 Circle Gange 里的东西 做一个生存模型 在Toucherflow Lite上 也能跑 对 就是说 现在是这个 它的一些OPS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支持 但是CNN这一部分是可以的 RNN中间支持了不少 所以就是说 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它实际上 还是一个子集的关系 现在我感觉 还没有支持完全 就是有很多部分 我就是跑不起来 对对对 因为之前的话 像比如说 有到他们做那个翻译机啊 或者这些情况的话 好像是去年去做了吧 去年去做的 最开始的时候 他支持的这些很少很少 然后还是他们自己去 写的一些OPS 但是这个的话 如果是说 你碰到这一种 就是说没支持的情况下 也可以自己去写OPS 但是现在应该 大量的都支持 还有人有问题 就是说 这个我找回来就是 它是基于 只能在那个谷歌 提供的单片机 签入上 就是我在树莓派 就能 或者在323也能跑 你给呢 这个还能说 为什么 因为树莓派上 是肯定能跑了 就是说任何签入是Linux的 那个都可以去跑 都可以去跑 待会儿ColorLab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分享出 就是它为什么能跑的一些 东西会在那个环节去分享出来 但是Azure的话 我知道 它的那个语法 语法会不一样 语法会不一样 但是Azure的话 好像是用 Automag的16位的那个单片机 是吧 它本身实际上 它不是Linux系统 故意在上面是跑了 一般这用的RG的话 用2560 Mac2560 或者是Unipop 就不知道 那些什么就好 然后再用就是322的板子 就是用F系列了 因为我们没用过 没接触过别 然后还就是送给它 你说322的F系列 我的音响中间也是基于可态的任务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没关系 你可以去把这些板子 再接到720 Linux的板子上 就是说这个用来去采数据 然后在720 Linux的板子上 再去做处理 大家现在可以这么做 好 谢谢 谢谢